12年国教在明年就要正式上路了 而现在传出师大夫中的特色招生比率只有50% 不像剑中北一女都高达了75% 这引起了学校失真和家长的不满 他们认为台北市教育局黑箱作业 对此教育局则是反驳说不可能只有50% 学生和老师拿着布条群起抗议 因为师大夫中在12年国教特色招生核定的审查比例只有50% 等于有剩下的50%是免试入学的学生 引起师生和家长的不满 他们认为核定标准不公平 马上会给所有的社会大众一个认知 就是说我们学校是没有特色 让所有的家长认为我们是社区高中 这样对我们老师的办学努力 跟我们学生努力的一个争取成绩的表现 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对待 如果教育局推给教育部 教育部就请承办 如果教育部推给教育局 教育局里面有担当 但是究竟是什么人黑箱作业 请还给我们师大夫中一个正确的公道 目前基北高中的志愿序是建中 北一女再来是副中 不过外传在特色招生的比例上 建中及北一女都有高达75% 师大夫中却被排除在外 仅只有50%引发外界之一 同样是学校 为什么就因为是国立跟势力的差别 难道台北市在国立师大夫中是台北市的孤儿吗 中央也不管 台北市也不管 哪要是爹爹不疼 娘娘不爱吗 虽然北市教育局否认 师大夫中的特招比例只有50% 但是从免市入学的超额比序 到各个特色招生比例的各项规划 都引起反弹声浪 在12年国教还没上路以前 看来教育部还要再头痛一阵子 有点TV陈云无心轮台北报道